那今天呢给大家说十种在室内最耐阴的话 首先第一个我不得不推荐 就是那种 这个呢叫白雪公主啊 但是你要知道啊 它其实就是绿转 当然了同等系列的呢 有钛转金转 你懂就行了 部分的商家呢 这个是带紧的 有不带紧的那种纯绿叶的 它会插一个那种假的天桃鸟上去 就是在市面上 你可能会见的比较多 网上可能会比较少 这种呢就是极其的耐阴 极其的好痒 但是说到耐阴这个话题啊 你一定要明白一个点 就是没有光照它也不行 只是说室内没有那种很明亮的 很直射的光照 它是可以完全养得住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手里面拿的这种叫镜面草 可能品种有很多 这个还是带紧的呢 叫莫吉托镜面草 它呢叶子很大像荷叶一样 很好看 观赏价值也高 它的耐阴性也很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碧玉 也叫豆瓣绿 这个呢大家就会见到的更多一些稍微 那个可以说是有手就能活 这三种呢基本上都比较相同 当然如果说你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光照 或者说啊光照不是很好 反正都可以养 还有一种呢就是滴水观音 我这个拿着呢跟那个很像 这个是象耳鱼 这一下就给大家说了两种 就这种叶片很厚实 叶子很大 因为它天生的那种环境嘛 就是光照不是很充足 它就会让自己的叶子长得特别的大 去吸收更多的光照 就是你们家里边养千水观音啊 或者是滴水观音 你看这一下又又蹦出来好几种 这种呢也是比较适合在室内去养的 比较耐阴的一些植物 没什么光照一样长得很好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花竹系列的 哇你看这个 这个一个叶子啊 贼拉的大 老挖晒了是吧 叶子也很好看 当然这些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植物 这种的耐阴性也比较好 还有的话我说的话 我听人家说这个一帆风顺啊 没几乎啊 其实呢就我手里面拿的这种东西了 这个耐阴性也很好 而且会开那种小白花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叫龟背竹 这个呢叫驱动龟背竹 以前呢叫仙动龟背竹的那个呢 它的洞没这么好看 这个会长得更加的长条 而且呢它比绿罗更好养啊 绿罗当然也算是一种耐阴的 这个呢也可以长长 它的优点在于它会长这种气根啊 它可以从空气里面吸收大量的水分和养分 所以说它养护难度呢会比较低一些 当然了龟背竹是比较可以延展的一些个 它有这种白井龟背 撒金龟背 还有原始的那种大叶龟背 还有很多很多种 所以说呢龟背竹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耐阴植物 当然了如果你想把它养得好 稍微给一丢丢的光照会更好一点 还有一个呢就春雨了 你可以看到那边席里面呢 这个叫黄金春雨 以前的时候还是比较火的呢 叫黄金挖沙围棋 那这个就是黄金挖沙围棋了 也是黄金春雨 它长起来呢会比较好看 那它的耐阴性呢就会比较好 长得稍微再大一点呢 它又有特别的那种硬丝风 那第十个呢给大家推荐一下球兰 球兰呢它是喜光的 但是它怕晒 总体来说呢 它的耐阴性会很好 像我们这个棚里面就没什么光照 你看它一样长得很漂亮 对吧 叶子啊包括 球兰的品种有很多很多种啊 关键点在于它呢还会开花 你给一些光照会长得更好 没什么光照 它一样光看叶子就已经达到 很多的花友的一个审美了 所以说呢 给大家简简单单 罗链的这么十种 当然了老花一例举呢 那也不是特别全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以后再买什么花 养什么花的时候 不要过度的迷惘了 有的花友总是问我一些开花的 你比方说菌子兰 或者杜鹃 三条花 自此花 茉莉花这些个呢 它们大多都是较为喜羊 像菌子兰就可能怕晒一些 所以说呢这几种呢 在没有什么光照 在室内的话会比较好活 好养一些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爱你摸摸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自然一 白了车包